在我们今天正式讲到之前 我想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祷告 主我们真的是 在今天主啊 真的是再一次的来到主你的面前 主我们把我们以下的时间 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 主真的是恳求主你来对我们的心说 我在这边也要来邀请我的弟兄姐妹 如果在今天你在来教会之前 或者是在这个礼拜当中 好像有一些人事物 或者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好像卡住 或是好像觉得有些人没有饶恕 我要求主真的是在这个时候 就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心放下来 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好像是没有饶恕的 或者是好像有人觉得被冒犯的 现在我可不可以就邀请你把这样的心放下来 来到主的面前 真的是来专注在主的话语 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拦阻我们来 听到主你的话语 主我们真的是把自己交在主你的面前 到你的脚前来 听主你的话 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 让讲的人 让听的人都同蒙益处 谢谢主 这样子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有一个感动呢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一个感动 想要先邀请大家 如果在这一个礼拜 或是在刚才你出门之前 其实你就有觉得好像被冒犯 或是觉得不舒服 好像被得罪的地方 就邀请大家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放下来 就是把这个 饶恕这个人 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也不会不好意思的跟大家说 其实呢 昨天其实孩子们讲了一些话 包含今天早上 其实呢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受伤 好 所以我其实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一直到刚才坐在台下 我都觉得心里面觉得卡卡的 好 我必须很诚诚跟大家说 可是就在刚才的敬拜当中 我告诉神 我说主我要来选择原谅 好 成为一个母亲 成为一个妻子 好 成为各种的角色当中 我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会受伤的 好 那我觉得在刚才那个敬拜的里面 我觉得真的是我求神帮助我 可以来饶恕冒犯我的人 好 那我不知道 所以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事情 或者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也邀请你 好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放下来 我们要一起来专注来听神的话 好 那上个礼拜呢 非常的感谢 好 非常谢谢大家 一起去参加我男牧师 接任那个主任牧师的这个感恩礼拜 好 那 很开心 好 好 那就是 很多人都问我说 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好 其实我还没有感觉到哪里的不一样 好 但是我们两个人就常常会坐下来 去思想我们的 特别是这一阵子 就是在想说 我们这一阵子 特别去思想我们这些年来的这个服饰 特别是全职的侍奉 好 那我们两个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后悔 当初神呼召我们 我们就赶快 就是没有拖延 好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 经过了大概也半年多的祷告的时间 我们才决定要出来读神学院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看 或者是说 其实在这服饰的这几十年来当中 其实我们都没有觉得 当初做错了一个选择 我们都没有这样子觉得 好 那不是因为我们服饰的有多成功 或是多好 而是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 特别是最近 我们两个就他五十嘛 然后我差他一点点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哇 还好我们有出来侍奉神 因为人的一生怎么这么快 就已经走到五十这个年纪了 就觉得说 哇 还好我们当时候就有决定 赶快去出来侍奉神 好 那我要特别讲 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呼召 好 那我刚才在讲这个呼召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说 这个呼召 好像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呼召 特别是很害怕 听到牧者说 你有没有什么呼召 或者是你可能就会很紧张说 是不是上帝要全职的呼召我 呼召我成为全时间的侍奉者 好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也常常被教会的 整些长辈们来询问 好 那我今天要谈的这个呼召呢 其实它会更加的广泛一点 不单单只是指着全职时间的来侍奉神 好 我要谈的这个呼召呢 其实是更广泛的一个呼召 好 那当我们在谈这个呼召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都是在想 就是指着一个 好像很神圣的 然后是从上帝那边而来 呼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召唤 好 这个呼召 好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呢 就好像刚才这个 Jordan跟我们谈到 就是他很渴望他的孩子 其实是可以荣耀神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呢 其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其实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渴望 我们都会希望 我们可以 好 来符合上帝 他原本创造我们时候的这个心意 我们想要做对的事情 好 所以你会常常听到什么 要走定命定啊 要走入命定啊 要进入呼召啊 我们会常常听到 有人这样子再来教导我们 好 那我不知道在大家 你们觉得说 你们 有人觉得说 你现在已经走在上帝的呼召 跟命定里面吗 有没有人是很有把握 我想是当中是有的 好 那我在想说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好 我觉得有的时候 好像 这个呼召 好 有的时候好像是会卡住的 好 是会卡住的 好 因为我发现 为什么会卡住呢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会 好像要走到上帝这个命定 或走到上帝这个呼召里面 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是卡在 卡在那边 好像觉得自己是 搁浅的 好 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其实我就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自己 好像是卡住的 好像是在这个 搁浅的一个状况 那我就发现呢 为什么会卡住 好 我发现很多时候卡住呢 可能跟我们有一个 比较狭隘的一个认定 好 那个狭隘的认定呢 就是你觉得那个呼召 只有某一种形式 好 或是只有某一种样子 好 才叫做上帝的这个呼召 比如说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认为 好 当一个传道人 那时候我被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就认为传道人呢 一定是要什么 要站在讲台上面的 好 一定是要做教导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认为 就是当传道人是这个样子 我就有一个很狭隘的一个认定 好 可是呢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才发现 我才知道 其实当我在主日学 跟孩子们讲课 讲故事 当我在跟我的小孩 讲这个床前的故事的时候 当我在跟我的孩子 在他软弱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跟他分享 关于上帝的事 其实这一些 其实都是一个所谓的传道人 传道 就是传上帝的这个话 所以呢 这个卡住的情况 很可能是因为我们 对于我们认为的那个呼召 是有一个我们既定 我们认为 它应该就是要长那个样子 或者是呢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卡住的情况呢 就是 我觉得我们很容易 把这个呼召呢 就直接等同于工作 直接等同于做什么 doing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也会把这个 做什么事情呢 把它 某一种 我们就认为 要做这一类事情 而这种事情呢 是我们看起来觉得 是比较伟大的 或者是别人呢 觉得是比较伟大的 所以我发现 当我们在谈呼召的时候 就会有几个 好像卡住我们的一个状况 一个就是 我们觉得 这个呼召 这个工作 或者直接想到说 只有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 或者这个事情呢 它呢 就是关乎 就是只是关乎 这样的一种形式 就这样的一个状况而已 可是呢 其实呼召呢 呼召 关于呼召 它其实不单单 只是doing而已 它不是只是做什么而已 而呼召 我认为呢 它更重要的是being 就是我们是谁 就是这个呼召 更关乎的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到底是谁 所以在这个呼召里面 我认为我们更要确信的是being 更要确信的是being 什么是being 好 那我今天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 我今天要从几个角度来想 关于呼召 一个呢 就是呼召不单单只是doing 它更是being 所以呼召它是等于being 就是我们是什么人 再加上doing 我们做什么事情 好 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谈的 第二个呢 我想要谈的是 我要从一个把呼召 就是用一个叫做 就是从观看我们整个人生的一种方式 来理解 好 就是这个呼召 我们要从一种观看我们整个人生的一种方式来理解 好 那因着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故事不一样 所以呢 其实上帝他会有一个为我们特别量身定做的一个呼召 而且每一个人的呼召呢 其实都是非常的独特的 好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站在一个基础上面来看呼召 就是我们要站在一个being 我们到底是谁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呼召 好 第一个呢 我们要回到一个基础 好 就是回到上帝 他创造我们时候的心意 好 我要请大家看这个创世纪的一章 26到28节 好 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 好 如果大家翻到的话就可以一起来读 那如果变化我们的PPT也有 好 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 翻到了吗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 一杯 请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避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 所以首先呢 当我们在台湾呼召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先回到这个基础 这个基础呢 就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 我们所被造的目的呢 就是要来管理这个上帝所所造的一切的受造物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其实呢 这个就是上帝创造人类的一个目的 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来管理一切的受造物 那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呢 什么是形象 形象就是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表面之一就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样子 他是一个形状 一个样子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些地方 会看到一些雕像 对不对 会看到一些雕像 比如说我们会去一些名人馆 名人馆里面就可能有 那个一比一的这个刘德华 然后呢都做的什么 如许如生 对不对 或者你会看到一个 你喜欢现在的年轻都不知道喜欢什么 我只知道刘德华 就是你会在一些蜡像馆 或者是你会以前在一些 好像比较 我们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个时代里面 你可能会看到 比如说什么 讲公 学校里面是不是有那个 讲公的那个雕像 你看到他这个形象 是不是就是按照 他那个本人真人塑造的 你看到这个刘德华的这个蜡像 你就知道他是按照这个刘德华 的那个样子来塑造的 所以什么叫做按照上帝的形象 就是说人们看到我们 或者是受造物看到我们 他们就会看见谁 他们就会看见上帝 他们就会看见上帝 所以如果上帝是爱 那么我们反映出来的就应该是爱 如果上帝是圣洁的 那么我们反映出来那个形象 就应该是圣洁的 那如果上帝是公义的 那么呢 我们反映出来的应该也就是公义的 如果上帝是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那么我们反映出上帝的形象 我们也应该就是什么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最初最初被上帝所创造的一个目的 或者是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呼召的这个基础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可以反映出上帝的形象 可是呢我们都知道 因为这个罪恶的缘故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上帝的形象 所以我们反映出来的 常常都是怎么样 都是跟上帝完全相反的一个样子 我们都失去了上帝的形象 因此我们要站在另外一个基础 这个是我这样讲的第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的这个呼召的基础 是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形象可以活出来 可是因为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基础 就是这个是神在创立以前 他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 这也是我们在思想呼召的时候 我认为我们要站立的第二个基础 就是我们本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 应该按照上帝的样子来管理 来治理 来爱一切的受造物 可是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罪的缘故 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神的形象 我们就没有能力可以来管理神所造的这一切 所以神就在创立以前 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七节 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七节 翻到以后我们也是一起来读 以弗所书的三章 一章三到七节 预备请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一指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继续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 八到十节与北情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神他其实在创立事件以前 他就已经预定要拣选我们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按照他的旨意 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说 他说借着爱子的血 使我们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拿回这个儿子的这个名分 所以我们本来失去的这个身份 因着在耶稣基督里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 因为他的宝血的缘故 我们可以重新的拿回我们这个儿女的这个名分 那既然成为儿女 我们就可以像神 我们就可以有能力可以像神 是爱 是圣洁 是仁爱 是恩慈 是忍耐 是良善 是信实的 是一切一切的这个美好 我们就可以全部的拿回来 那拿回来要做什么呢 以弗所说二章十节 他说目的是要叫我们怎么样 可以行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神要我们拿回这个身份 他仍然是要我们可以doin 他仍然是要我们可以行善 他仍然是可以作为 他仍然是可以作为 所以我们被造 我们被造是让神 为了彰显他的这个形象 来治理这个地 然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 被神召回来得儿子的名分 为的是要行各样 神要我们行的善事 要恢复神原本 他创造我们的心意 就是以他的形象来治理这地 所以这个我认为 我们一定在我们的呼召上面 不是只是去看 doin做什么而已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 我们的基础 我们的基础 这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就是儿女 就是上帝的儿女 而且这个儿女这个身份呢 是耶稣基督 他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 让我们可以重新的 来拿回这个儿女的这个身份 然后这个儿女的身份呢 我们就可以有能力 可以像我们的父亲 像我们的天父 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 行出善事来 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那这个招这个字 其实它其实就是 叫唤的意思 就是取名 就是命名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要叫 某个人讲话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说 救救救 请叫救的名字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要叫 任何的名字的时候 就是找任何人的时候 都会要讲他的名字 就好像神 如果要找我们的时候 一定也有一个 对我们的一个名字 好像我们的父母亲 他为我们取名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 他的心意在里面 那上帝 他创造我们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他我们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上帝 他要召唤我们 叫我们的这个一个名字 这就是上帝 给我们的这个一个呼召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 其实都有一些 不同的地方 我们在不同的生命的 季节里面 我刚才谈到 我们在看呼召的时候 我们要用一个来 观看我们整个人生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看呼召 也就是说 它不是只是一个点而已 它可能是我们需要 用我们整个人生 都来看这个 关于这个呼召 那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一个 我们的季节 不同的一个特色 不同的一个性格 不同的一个背景 在这个提摩泰后书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提摩泰后书 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翻到以后 我们一起来读 提摩泰后书 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预备 请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精器 银器 也有木器 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洁 脱离 脱离 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这段经文当中 在提摩泰后书 我们看到 在这个保罗 他这个 在鼓励这个提摩泰 要可以合乎主用的时候 要可以让神的话 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出口 他这个提摩泰 他把它形容成 好像是一个器皿一样 他做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说 这些大户人家 这些有钱人家 或是我们自己的家里面 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器皿 有精器 有银器 有木器 有瓦器 有贵重的 然后有卑贱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器皿都不一样 他们承载的东西也不一样 他们的功用也是不一样 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来鼓励这个提摩泰 鼓励这个提摩泰 就是要成为一个 上帝的器皿 成为上帝话语 承载上帝话语 这样的一个器皿 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来鼓励这个提摩泰 然后他也鼓励提摩泰 在第21节他说什么 他要他圣洁 他要他脱离那些 卑贱的事情 要可以合乎主用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古龙牧师有一篇讲到 他有一篇讲到 你在谈论这个的时候 他记不记得 他拿了好几个杯子来 好 那这个杯子里面呢 有的杯子可能是 这个很棒的瓷器的杯子 可能是一个是2000的 一个是200块的 一个是200万块的 好 假设我们有三个杯子 好 可是这个杯子呢 价钱不一样 对不对 好 价钱都不一样 可是如果呢 你要喝水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选一个 干净的杯子 我们一定会选一个干净的杯子 如果那个20万的那个杯子 它是一个脏的杯子 你会要用那个杯子喝吗 一定不会 你宁愿用这个200块的 这个杯子来喝 好 所以他在这边 鼓励这个提摩泰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这样的一个 贵重的器皿 他要他自洁 他要他可以圣洁 合乎主用 好 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 一个基础下 我们在上帝是 我们是上帝儿女的 这个位分上面 然后我们要像神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要想 我们每一个人 好 都不一样 有人可能是瓦器 有人可能是木器 有人可能是精器 有人可能是银器 好 但是不管我们是哪一种 不管你认为 你自己是哪一种 好 你可能认为 你自己是木器 好 我很普通 好 只是个木碗而已 好 我可能 只是 不过就是一个瓦器而已 好 不像那个谁 好 他是个精器 银器 可是不管我们认为 我们是什么样的 一个器皿 重点是 他要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要可以什么 自洁 我们要可以圣洁 这个圣洁 让我们可以来 被主使用 来可以承载上帝自己 好 所以呢他这边 也讲到几个重点 就是他是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一个样子 样貌 而这些样貌 而这些器皿 都是要来被神所用的 那我们今天 其实我觉得 我们也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本质 是不会改变的 好 当我们在谈呼召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本质 是不会改变 而且是不能够被动摇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好 我们最基本的 就是这个身份 绝对不能改变 然后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被造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像神 就是要像神一样 然后目的是要 让这个器皿 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但是我们的本质 是不一样 不是一样的 是相同的 我们都是儿女 神的儿女 就好像这个不锈钢好了 这个不锈钢 它可以做成什么 可以做成便当盒 对不对 也可以做成碗 它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 一个样子 或者就好像是这个黄金 黄金它可能可以塑造成 不同的链子 不同的样貌 不同的状况 可是呢 它的这个本质 这个不锈钢的本质 或者这个黄金的本质呢 它不会改变 所以好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在谈呼召的时候 我一定要一再地强调 这个being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being 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位分 我们这个身份 是不容改变的 也许我们的季节不同 我们的状况不同 可能会有不同的时期 会有不同的样貌 可是我们里面的这个 儿女的这个位分 是绝对绝对不能改变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 我们的呼召好像被卡住 有的时候是因为 我们会觉得 我们这个儿女的位分 好像被动摇了 特别是呢 特别是在一些时空里面 好像有别人怀疑你 怀疑你所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所做的事情 不被别人认可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会连 我们是儿女这个位分 连我们的这个本质 其实我们都动摇了 所以以至于我们好像会 常常会怀疑 关于我们这个呼召 到底我们有没有走在神的路上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在谈 呼召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确认 我们的这个基础 我们的这个本质 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不管别人怎么看 别人怎么说 别人怎么评价我们 或是我们自己怎么看 我们自己 这个本质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动摇的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有她的这个形象 那再来呢 我觉得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要用一种 观看我们整个人生的一种方式 来理解我们的呼召 好 我要给大家看一张图 可以给我一张PPT吗 给我第一页的PPT 好 在这张图当中呢 我们会先看到的是 就是你会看到在这个左上角 有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身份 就是在基督里面 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件事情呢 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在我们谈呼召的时候 这个呼召呢 这个身份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那再来你看左边下面这个呢 是一个独特的你 好 所以左蓝这边呢 好 就是我们的being 好 就是我们的being 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 好 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 而这个呢 除了我们这个在神 儿女这个位分不会改变之外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独特的你 好 这包含了可能我们成长的背景 可能包含了我们的性格 包含了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天分 好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兴趣 我们的优点 我们的缺点 好 等等等等 这个是我们的being 好 这是我们的being 好 我们这个being 其实到某种年纪大概 其实这个独特的你 这个部分 大概也就差不多 也就定型了 好 所以左边这一栏呢 你可以说是我们的being 可能是比较不会改变的 好 可是右边呢 好 右边你会看 这边是我们的doing 好 在这个doing当中呢 好 你会看到我们有我们的环境 好 我们的环境可能是什么 我们的年龄 好 我们人生的阶段 人生的季节 好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机会 好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健康 好 包含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限制 好 甚至可能我们的敌人 或是我们的缺乏 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环境 好 这是我们的环境 好 那我们的角色呢 好 可能也会有些不一样 好 或者是有些新的产出 好 比如说我们的角色有什么 我们的工作 好 我们的专业 好 我们的服饰 好 也可能是志工 好 那我们的丈夫 我们可能是丈夫 我们可能是妻子 我们是儿子 我们是女儿 等等 等等 好 那还有呢 再来就是这个日常的生活 就是我们每一天 我们是怎么活的 好 我们是怎么样生活的 好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doing 好 而上帝的呼召呢 就是把这个being 跟这个doing呢 加起来 而要在这个所有的这个里面呢 我们是要可以活出上帝的这个形象 来治理这地的 好 所以呢 当我们在看这张图的时候呢 也许我们就可以来思想一下 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好 我先跟大家分享 关于我的这个部分 好 有看到这个我的部分吗 好 那帮我按一下PPT好了 第二页 好 这个呢 这是我写我自己 这是我写我自己 好 我呢 在这个儿女的位分上 身份上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那我的独特的我是什么呢 好 大家可以 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好 我自己呢 好 就是出生在一个单亲的一个家庭里面 然后呢 我是长女 好 然后呢 我自己呢 其实在我的这个五的五大优势里面呢 好 我的这个前面两名呢 是策略 好 就对于事情很有策略性 然后呢 是关联 好 这个关联也是我的一个五大优势里面 就是我会很会去把事情关联起来 然后跟人际的这个网络里面也很会去找这个关联 好 这是我的优势 我只写了两个 好 然后呢 我的训练里面呢 好 我有神学的训练 好 我可能以前工作有行销方面的 然后我现在呢 也有一些协谈的一些专业 然后跟我的这个协谈过的这个训练 好 这个是我的独特的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好 还有非常非常的多 好 那我的环境是什么呢 好 我的环境呢 是 我刚刚还有 我现在最近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份 我的一个新的环境 好 就是刚刚转变成为是主任牧师的师母 好 这个东西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卡卡的这样 好 怪怪的 好 还没有适应 好 然后呢 我的孩子呢 在青春期 好 在青春期 然后呢 我自己呢 好 好像也在一个 快要进入更年期的里面 然后就有觉得自己有很多 好像体力不支 好 常常会觉得到了大概下午两点 就吃完饭以后两点我就觉得 我已经在飘了 好 就很累 好 就是这是我的环境 好 我的限制 好 这是我的限制 这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环境 好 包含我们出来这个职堂 好 包含我们是职堂的第六年 然后我的 还在适应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包含我的先生 刚刚变成是主任牧师 好 还有我们跟整个团队的这个同工的模式 好 都在改变 好 这就是我的环境 这是我的环境 好 那我的角色呢 好 我是一个牧师 好 我也还在吸引这个身份 好 因为我本来已经当师母已经非常多年了 好 结果现在变成一个牧师 可是呢 现在又变成是一个主任牧师的师母 好 所以在这个角色上面呢 我也还一直在拿捏 好 然后当然我是一个妻子 好 是一个母亲 好 我也是我妈妈的女儿 好 是姐姐 好 等等 好 我有很多很多的角色 好 那我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长什么样子呢 好 就是我是孩子在家 好 就要关心他们 好 帮他们弄他们的三餐 打理他们的三餐 然后呢 就把他们送出去上学 上学出去以后呢 我就好像进到了一个任意门以后 我就好像又转换了另外一个身份 好 另外一个工作 然后在教会里面侍奉 好 在教会里面与人谈话啊 备课啊 教课啊 协谈啊 等等等等 好 这就是我日常的生活 好 这就是我日常的生活 好 那所以我自己呢 我自己领受的这个呼召呢 这个呼召是什么呢 好 我这边在边写说 在各种的角色当中呢 我用各种的方式 我想要来展现上帝的慈爱 好 来展现上帝的慈爱 然后再带给处在黑暗中的人 好 括号 特别是婚姻困境中的人的一个盼望 好 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盼望 就是hope 就是盼望 好 这就是我的 这个季节里面 我所领受到我的这个呼召 好 可是呢 不是一直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好 在我更早以前呢 当我还没有被叫为牧师的时候 或者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投入教会的时候 其实我的环境里面 我每一天的生活 就是小孩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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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小孩小孩 好 那个时候 我有不同的一个领受 好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的这个呼召呢 就是不要只是把它 只想成是一个点 或者是一件事而已 好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呼召呢 除了我们站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站在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人 更是在基督里面 被拣选的儿女之外 这个基础不会改变之外 其实我们有各式各样 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很多的创意 或者是有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 来展现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呼召 好 给我们的呼召 所以呢 我待会要请大家做一个练习 好 待会会再练习 所以我请大家 请给我看第三张PPT 麻烦你给我第三张PPT 好 有吗 好 第三张PPT 这是第一张 再下一张 好 对这个 就要有那个喇叭的那一张 好 这个呢 为什么用这个扩音器呢 就这个喇叭呢 它其实呢 代表的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当中呢 其实会有很多的声音 它会影响我们 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呼召 好 而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这些声音呢 其实呢 它也会非常的影响 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 这个儿女的这个身份 好 像在以前我的这个处境里面 好 就是在我 或者是说我现在好了 现在呢 有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这个里面 而这个声音呢 有的时候它也会影响 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 是什么 好 很容易我们会被外面这些声音 来影响 好 会对于人的评论 人的看法 很容易我们会失去 我们这个成为神儿女 像他这样的一个呼召 我们会动摇我们自己 是神儿女的一个身份 好 可是提摩太后书 他这边就是要我们要自洁 要脱离卑贱的事 要圣洁 以至于我们才会是一个可以被上帝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 好 那今天我觉得也特别要谈的是 很多时候那些声音 好 那些声音 其实常常来自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声音 而这些声音往往其实也阻碍了我们 走在神的这个呼召的这样的心意里面 好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又要抱自己的料 好 我记得 我记得我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 就是我 我讲完道以后 然后呢 我的属灵的某一个长辈 好 他会上台 好 把我的讲道批评一番 好 然后呢 对 所以呢 你知道后来 我常这个东西一直在我的里面 好 就是我每次 要上台讲道的时候 其实他的那些话 好 就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 一直出现 好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但是我要原谅那个 我就是我要表达就是说 当我们受到一个伤害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原谅那个冒犯我们的人 好 我觉得那个原谅 冒犯我们那个人 他是可以让我们这个瓦器 他是可以清洁的 他是可以清洁的 否则很多时候 我们走在这个上帝的呼召的里面的时候 那个声音会不断的 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 好 那些声音 他部分都是怀疑的 好 不信任的 好 觉得你不够好 不配的 好 等等等等这些声音 这些声音呢 他就使我们没有办法来 好好的当个木器 当个银器 当个瓦器 他就是一个肮脏的 好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真的花了一些时间 去饶恕那个 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好 然后呢 也真的是重新的再一次的回到 上帝的这个基础里面 回到我是上帝儿女的这个基础里面 来看我自己是谁 好 然后再一次的 更加的来对焦于上帝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 让自己可以成为那个 承载上帝话语的那个器皿 其实我们你仔细去想一想 很多的声音 其实真的是来自于那些 不属于神的那个声音 而那些伤害 其实往往会阻碍我们 会阻碍我们去走进 上帝的这个护照里面 好 所以我今天要请大家 做一件事情 我要请童工 把一张纸发下来 好 我要请童工发纸 我们的苏宏姐呢 好 我要把这个纸发下来给大家 待会我们会看到这张表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的这个表 第三张 最后一张的PPT里面 就是我们有一个 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身份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去思想一下 你是一个怎么样独特的 你是一个怎么样独特的你 好 你可以想一下 你的成长的背景 想一下你的个性 想一下你的性格 好 想一下你曾经拥有过的 这些兴趣 优点 经验 好 然后呢 再来呢 你去想一下你现在的这个环境 是如何的 好 你的环境 好 包含你的年龄 好 你现在的人生的季节 你的健康状况 你的限制 好 是有哪一些 好 你的缺乏有哪一些 然后呢 你的角色是什么 好 我要请每个人 都拿到这张纸 好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花一点时间来想 来想你自己 好 我请你把它写下来 然后包含你现在所拥有的 这个角色有哪一些 你日常的这个生活的样子是什么 需要比的话 同工也有 如果你手上没有比的话 你可以跟同工拿比 好 同工有比有指 然后也想一下 好 有没有一些声音 好 影响了你 对于成为神的儿女 像他 或者是成为好像 就是影响了你 好 比如说你曾经 做过的一件事情 或者你曾经 很付出做的一件事情 可是后来 好像你开始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神 要你做的 或者是你有一些的 需要饶恕的这些声音 从哪里来的 有没有这些东西 在影响着你 好 期待大家都花点时间想 好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基督徒 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 被神已经拣选 回来的这个儿女 既然是如此的话 神就一定有一个 他要给我们的这个呼召 这个呼召是上帝 叫唤我们的这个名字 好 不是只是你父母亲 给你取的名字 而是神他呼召你 他叫你的时候 好 你就知道 你就认出来 这个是神叫你的这个名字 好 我想给大家约略 五分钟的时候 五分钟的时间来写 来吧 好 来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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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你的这个人生 有没有一句话 或是一个名字 是可以用来形容 上帝对你的那个呼召